行政院眼裡擴邊 警政署保兒總隊 遭質疑要讓警察軍事化 甚至要求組第二陸軍 不只新北市長侯友宜表態反對 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也認為 警察最重要的任務應該是要打擊犯罪 維護治安 但內政部長林又昌否認要保安警察去受訓 行政院長陳靜仁也呼籲不要以讀傳讀 侯友宜帶著基金到新北市行大邦 第一線警察通人家有打氣 日前雙北三起連環槍擊案鬧得沸沸揚揚 主席人終於押戒回國 靠的是警方不眠不休的努力偵辦 宣誓打擊犯罪決心 侯友宜警察出身 當然力挺援警斗地 不過因應兩岸情勢變化 為了加強維護國內關鍵基礎設施 萊英立委透露行政院嚴禮要擴邊警政署保二總隊 並且接受基礎軍事訓練 包含兵器 手榴彈的投擲 晉升戰績等 而除了侯友宜立刻跳出來反對警察軍事化 隔壁台北市長蔣萬安 同樣不認同酬組第二陸軍 憂心會加重警方情報 還會面臨外界對意圖無警化保二總隊的疑慮 雙美市長同聲喊話 但中央卻極喊又誤會 地方的所長對於這件事情可能有所誤解 我們絕對不會讓保警這一個軍隊化 請大家不要以而傳而 絕對沒有所謂的什麼第二陸軍 會接受部分的一個軍事訓練是 總指教官 中央面對整體國防政策 其實就要非常公開透明的說清楚 防範新型態威脅中央調整戰訓戰備規劃 先河地方港上 介紹台北新北綜合報導